好我们是那个台南温室气减量行动地图的团队 那这边先早上的时候跟大家分享说 我们盘点了很多台南是有机会减碳的地点 那在过程中也蛮多朋友有来聊说 这个图台包含说可不可以看到更多的数据 比如说这个减碳地点能减多少碳 一年的推估量 那这个我们之后都可以再把数字 把它呈现上到资料里面 还有就是说这个地图 因为我们今天做的是比较简易的视觉化 所以之后有没有什么比较复杂一点的 或者说用乡镇区来做筛选等等的 那待会儿会介绍我们跟台南市政府研考会 可能会有一些图台上的合作 就是资料的汇整可能会从民间 比较是汇整资料的角度来分工 那图台视觉化可能会用他们的程式仪表板来做呈现 好那这先介绍像我们今天有一位参与者TC 他有制作了 因为我们在我们资料里面有38间 这个是台南温室气体的排放大户 就从第一名到第38名 基本上全部都工厂 有一两间是发电业者 还有一些钢铁业者 那他就把这38个地点呈现在台南的分布上 我们会看到其实在南科园区很多间很密集 那同时间这个图的底图是他的直接排放 就这工厂的制程啊 或者运作上他直接排放的二氧化碳的数据 你会看到最高的反而不是科学远区 是在这个内门区 山上区这边有一个应该是电业的企业 所以他那个排放量的分布其实也 如果把它视觉化 会可以有一些探讨跟延伸 所以这个就感谢TC 针对这个资料再进一步做一些分析性的探讨 那另外我们今天也有再去找说 农业减量这样成大的USR计划 其实有协助不少农民 做一些在不管是种植 作物水稻或者卤损过程中怎么做减碳 那这一块也是会在陈大USR报告里面 在做一些栽悬栽出来 那我们刚才有提到那个台南市政府 因为自己有一个城市仪表板的地图 那我们也再开始看一下 仪表板哪一些的表现形式 跟我们减碳会比较相关 例如说画面上他这个是空污 跟这个淹水这一种属性 就有地点跟数据 还有一种是跟台风灾情案件相关 你可以看到他上面有一些分类 例如说有的是路数倾斜或者其他 这些也有可能对应到 刚才减量类型的十个种类 让使用者去点选 然后再联动这个图台的分布 跟一些统计数字 我们可能会收集几个表现方法 跟台南市政府的同仁来调论说 那个视觉化的方向要怎么做 好那其实这一块 我们也开始有一些其他的合作会是 比较是从研究者的观点 那我这边很快分享一篇论文是在 陈东大学建筑研究所的一个硕士论文 他的命题是碳收支的地图 那我们可以直接看一下他的大概的研究成果 就他把这个台南市比较在市区的六个行政区做一个算是研究 那你会在这个图上看到这个有的是比较绿 就是西碳的地方 那有的是红色的就是排碳比较多的地方 那这是研究上的成果 那最近我们就跟台北市的一个学生团队 对包含这个上面四位 亭宇淑婷 威城跟少爱他们是会用台关 关渡自然 关渡平原 从他的国土利用调查的资料来推估 关渡平原的一些减量机会 那他背后隐含的就是国土利用调查是一套全台湾覆盖的一个图资 所以如果可以在关渡做一些验证性的判断 那这个资料可以沿用到更多的行政区 也就是说这个方案是 如果他的解释性或推论性是有被认可的话 他的这个适用性是很高的 因为我们除了实地访查之外 应该还是需要有一些概括性 不管是像刚才研究论文的探收支 或者像这个从国土利用调查去衍生的判断 那我们整个专案其实基本上目前大概看起来架构 就是希望把县市政府的公有资产或公共业务跟企业的排碳户做一些合作 那这个排碳的行为除了缴碳费之外 可以把这个碳费留在在地的环境里面 这个因为就是他的邻居 那对于整个专案还有公有地的议题有相关好奇的话 其实可以加入有一个叫公有地大行动的FB社团 那我们会在里面 不管是相关公共资产运用或者资料的讨论 都会在这个社团公布一些近况 以上是我们的专案分享 谢谢 谢谢 谢谢